好,我们接着讲类和类之间的关系 我们刚才讲UML2只是讲一个类怎么换 但是我们在程序设计的时候不可能只有一个类,对吧 我们肯定有好多个类 或者有组合或者有继承 或者之间有什么相互的关联,是吧 我们之前说过UML2里面关系呢 它也分好多种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也是我们最关键的 就是泛化和关联 泛化其实就是继承 继承我们在之前讲三样素的时候说过 关联其实就是引用 就是简单的引用关系 我们等会演示大家就会看出来 除此之外呢 还有实现聚合组合和接览 这一些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就是对于接下来理解设计模式啊 就是包括程序设计啊 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在之前演示过 只不过呢做了一点点改造 我们之前在演示那个三样素 第三个多态的时候 我们演示过 大家看啊 我们先定一个皮跑 然后里面呢 一个过多函数 然后有一个c thompson 是个空函数 然后class a 继承了皮跑 对吧 然后把属性传进去 然后c thompson 然后class b也继承了皮跑 也是c thompson 然后我们这次改造的 就是说我们在处置化 这个a和b的时候 包括继承皮跑的时候 我们都传第二个参数 之前只传一个name 我们要传一个house 就是房子 包括这个购造函数里面呢 也是要把这个z.house 复制成house 加了一个属性 另外呢我们肯定要定一个house的类 就是这个class house 然后这个工作函数里面 我们加了个属性叫city 就是这个房子是哪个城市的 然后有一个show city 就是把这个城市给它打印出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关联关系 也有继承关系 也有关联关系 继承的关系就是a继承了皮跑 b继承了皮跑 关联关系就是说 我们在皮跑里面 其实是引用了这个house 对吧 引用了house 因为这个z.house 分成house 它是一个house类型的 所以说它是引用了house的 ok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就是我们可以先实力化一个house 在北京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new a的时候呢 把名字和这个house传进去 new b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传个名字 不让它有house 这个都行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根据上面这个类图嘛 主要画类 对吧 我们根据这个类的关系呢 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么一个类图 大家看皮跑 这是上一节我们就讲过 虽然说有一个方法不一样 但是这个格式都是一样的 对吧 皮跑它下面a和b继承了这个皮跑 对吧 然后那个皮跑里面呢 它引用了house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皮跑的一个属性是house 这个house的属性它是什么类型 它就是个house类型 对吧 它是个house类型 大家注意待消息 后面这个house 其实就是个古早函数的类型 这个地方有个house 这个地方有一个house 是一个类 是个类 然后里面有city 有说city这些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代码简单写一下 然后把图呢 也简单画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定位到我们之前讲那个 多泰的时候的那个代码 大家先看一下 或者说先找一下之前的代码 把它粘过来就行 当然你如果是没记呢 那你就只能再自己写一遍 自己多练习一下 好 那这是之前那个多泰的那个代码 也是多泰的那个代码 那我们改造一下 就是我们在构策栏树里面 我们要写一个house 对吧 然后这儿有list.house 组织成house OK 然后 A继承了people 那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写成house 直行swirable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house传进去 B 这个地方也是house 然后我们把house给它传进去 OK 然后我们在实力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定一个light a house 分成new house 然后城市写生北京 然后在确实化a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弄一个 a house 然后a.c 好 这样就结束了 其实这样结束了 我们这个程序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运行 这个运行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只是说 看一下它这个代码中 类的关系 怎么对应到图中 并不是说我们目里真正的是 把这个代码给跑起来 其实运行结果 大家应该也都心知肚明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做那个无用工了 我们直接到这个 浏览器这个画图的地方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该怎么去画 之前画的这个person呢 那我们这儿就 pipo 我们这个pipo呢 它留着name是strain 但是我们把之前的改造一下嘛 之前的改造一下 我这儿好像写错了 上节课应该也写错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之前是有name和age 对吧 我们name就留着 age我们改成一个house house那是什么类型呢 那肯定就是这个house类型 是吧 然后我们需要再重新添加另外一个类 就是这个house类 对吧 house类 我们看house类 它有什么属性呢 我们代码中写 它有city属性 city属性 它是个什么 是个strain类型的 对吧 然后方法呢 它有一个叫做 show city方法 参数是空的 然后返回值呢 没有 就写上void 好 大家看 首先我们这定义了一个house的类 对吧 它有个city属性和输入city的方法 然后我们批刀里面呢 有一个name 有一个house 然后house的类型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类 对吧 就是这个类 然后那个方法呢 它是有一个c sumson 这就是批刀 这就是house 然后我们还需要 干嘛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a和一个b 对吧 我们简单往下拉一拉 就是把这个空间给它整一整 好 有个a a的属性呢 a的属性其实没有啊 a我们不需要它有什么属性 就a的属性 它全部是继承字这个p跑的 因为它是继承关系嘛 a里面没有特殊的属性 a也好 b也好 它其实只有一个name 一个house namehouse 其实就是这个p跑这个负类里面的 我们a没有单独定义 所以说a属性没有 它的方法呢 有一个csumson 这个csumson可以看成是 我拖一下 看成是继承这个负类 这个csumson的一个重写啊 一个重写 但是我们这个js 不像java一样 有这个重写的特性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是这么认为啊 好 这是a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 然后放到这来 a这样 b其实也是这样 对吧 好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p跑 ab还有这个house都定义完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 划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个a它是什么 它是继承的p跑 对吧 我们把这个线弄成直线 继承的p跑怎么换呢 继承的p跑 其实这个箭头应该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中止点 应该是这个空箭头 大家看 这是继承的箭头 空箭头 包括b也是 包括b也是 空箭头 这是ab都继承了p跑 这是继承关系的这个线 空箭头 然后p跑里面呢 引用了house 对吧 这里面引用了house 大家看 这里有house 然后它这个箭头呢 应该是一个实音箭头 好 那我们就改一下 有的书上它会这么画 其实这么画和这么画 其实都没有什么误解 它就是个实音箭头 因为这个网站它默认是这个实音箭头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必要说 每次画一下都得去把这个实音箭头改成这样的一个箭头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 好 那这就是那个泛画和关联的两个关系的代码演示 和这个图的画法 大家应该也是跟我一块把这个图画下来 这样的一个图画 这就是那个《在转播》 然后 queria 所以就能搞什么 到那个图画 或者什么 打托 算